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IPA公民新聞報 一群經歷癌症病魔挑戰的 癌友組成了校園主開社 以舞會友 也用舞蹈傳遞正面的能量 走出生命的低潮 禮拜三的下午 一群有活力的癌友們 在舞蹈教室裡 揮灑汗水 跳出熱情 這就是校園主開社 校園主開社 由一群樂觀的癌友組成 透過學習舞蹈 除了保持運動的習慣 也讓他們在舞蹈中 重拾校園 忘卻病痛 尤其像我們病人 就是生活病人 我都很建議 就是說 除非你在上班 或者的話 我都很建議說 你找一個 適合一個地方 出來走也走 不要悶在家裡 所以我很開心 我找到 我一個白天的家 我就說 這是我白天的家 然後又可以運動 然後又可以跟人家互動 許多社員 從一開始畏懼跳舞 到現在 能站在台上展現自我 對他們來說 這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 跳舞好像在記不記念 然後就買一拍 然後左轉 然後第幾拍之後 右轉 然後踏第一步 第二步 那時候的筆記現在沒有留下來 留下來一定很好笑 校園竹開設就像一個溫暖的家 在抗癌的路上給予彼此最真誠的陪伴 台灣經濟狀況不佳 大家荷包緊縮的時候 不少人就會減少 藝文相關活動的開支 這讓許多表演團體的生存 面臨衝擊 一個高雄在地的劇團表演家合作社 團員們努力克服票房的困境 就是希望能夠維持劇團的運作 高雄市這幾年來的義務活動相當的樂弱 出現了許多的表演劇團 過去眾所皆知的劇團 大部分都聚集在台北 像表演家合作社這樣的小劇團 怎麼有勇氣在高雄發展呢 現在對我們來講最大的困難是 如何讓這些團員 他可以持續的在這個劇團裡面努力 不管是演出也好 表演也好 或者是創作也好 因為最大的 最現實的就是錢 費用 那如果他們有一個持續的穩定的收入 他們就可以繼續的去養活這個夢想 張漢軒表示 外界都會認為表演藝術團體 是依賴政府的支持 但其實政府的補助只佔10%不到 這些劇團主要的經費來源 都來自於票房 另外一部分可能是企業的贊助 如果妥善運用的這些 有限的支援才不至於賠錢 如果經濟不好 那經濟不好 大家十一住行娛樂文化 我們還排在最後一個 還不是在十一住行娛樂裡面 那這個東西它就會跟我們產生了一個 比如說你要吃飯還是要去買席票 飯都吃不飽了幹嘛要去買席票 在高雄市有許多這樣的小劇團 面臨著一樣的困境 所以他們在行銷手法上都各出其招 想盡辦法的想要吸引觀眾來看戲 即便經營劇團非常的辛苦 但是有一個像表演家合作社這樣的劇團 他們有一群合作無間的夥伴 讓他們共同堅持著一樣的夢想 請訂閱 見下面 訂閱 開動 留言 按鈴 點 按鈴 記